今天我们讲Windows操作系统怎么截取屏幕 根据键盘分布有三种方法 一种是直接按Print Screen 或者是有的键盘的话是Fn加上Print Screen Fn就是Function的意思 第二种方法是按Windows键加上Print Screen 或者是Windows键加Fn加Print Screen 第三种方法的话我们可以打开开始菜单 在Windows附件里面有一个截图工具 我们可以直接截取 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 现在我们有第一种方法截取画面 按Print Screen或者是Fn加Print Screen 然后打开画图软件 我们这边粘贴 然后保存文件 现在用第二种方法 按Windows键加Print Screen 或者是Windows键加Fn加Print Screen 屏幕灰了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在 我们在图片这里 多了一个屏幕截图的文档 然后打开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截屏 好 现在用第三种方法 我们打开开始菜单 在Windows附件下面 有一个截图工具 我们按新键 然后用鼠标来截取 我们可以直接保存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直接保存这个文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